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棒了 男友揪母阁累累之 乐知君子福里随之 意思是南山上有棵树 葛藤缠绕着它 快乐的君子幸福又安定 诗里说君子 为什么先说树和藤呢 问得好 你再念念这一首 观观鞠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这首诗说了什么 水鸟在河洲中欢唱 一位美丽贤德的女子 是君子的好配偶 假如听不到水鸟的欢唱呢 美丽的河洲 河水潺潺流动 两只羽毛漂亮的水鸟 在跳跃欢唱 说了鸟和洲 我就能想象出 淑女和君子的模样了 我明白了 这些美好的景物 正好和君子的美德 搭配在一起 做一个君子 年少勤学 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学习的机会 梁国 小孔秋 你又到太庙来了 先生 打扰您了 不客气 我懂得这点事情 都快被你问光了 先生 这是什么 这个名叫幼座 是用来劝诫国君的 他怎么劝诫 这个嘛 要沉上水才能明白 孔秋 你看 没沉水的时候 它歪斜不正 水快撑满时 它就凭正了 太有意思了 再是不能在家了 为什么 如果水过满 就会这样 太可惜了 你看 水一滴也不剩了 他这样 为什么就能劝诫国君呢 你想想 水家的太满 就像人自满一样 说得对 做人不能骄傲自满 世上没有满盈不轻的东西 太骄傲了 就会遭到失败的 谢谢先生教导 母亲 我今天去太妙了 你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很多 那里墙上 雕刻了一株兰花 跟我的兰花很像 是吗 是的 我明白了 人们都喜欢兰花 也知道为什么喜欢兰花了 我肚子好饿 快走不动了 尿里有那么多的好吃的 全都锁着 不让我吃 你看到什么了吗 没有 最近得多留心 老有野兽来偷吃东西 哪来的馋在处上 真讨厌 是谁把我刻在这里 这明明是我嘛 我不是畜生 我是你们的吉祥兽 快一点 把庙门打开 让我进去 要好好地吃一顿 不像 我跟太庙里的模样 我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 你一个朋友都没有啊 没有一个人 愿意跟我玩 可怜的庄稼 一定是山里的野兽 跑来糟蹋 这里有些脚印 我也看到了 有一只野兽 要多来几只 庄稼还不全毁了 空秋 这是你的 谢谢了 成天大人 好好干 空秋 怎么了 晚上把你的弓箭戴上 跟我爹打猎去 打猎 山里跑来一只怪物 每天晚上啃庄稼 我爹说了 我们要多带些人去 空秋 怪物怎么还不来啊 再等等 你别说话 快趴下 来了 把怪兽抓住 抓住它 抓住它 在这呢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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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杨虎 原来不是怪兽 可惜踩坏了庄稼 众豪 我是来帮你们抓怪兽的 帮我们 就靠你们这些乡民 还想抓住怪兽 你吵吵闹闹的 外星都被你吓跑了 谁让你这么笨 先敲罗的 这是我养的鳌 专抓怪兽 你既然来了 应该跟大家一样守规矩 这块地 我还没有来过呢 一吐之路 就变了 变就变了 总比爱恶要好 我都吃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换个口味 在田里 围住它 小孩 看不怪兽了吗 小孩 小孩 vielen 小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